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了知名的临床心理师洪培云 他现在是在养心心理治疗所 这间不是你自己开的吧 不是 好 那洪培云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的情绪中的一个类型叫做 现代人都很焦虑 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常被焦虑绑架 因为焦虑跟担忧也很像 各位去想 你会不会常常就是一直在焦虑未来的事情 譬如说 我就是抱一下我妈的料 因为她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 不是你妈而已 所有人的 everyone的妈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好像说我妈妈她就打电话来 我就很紧急这样子 我就说是什么事 这么紧急 我妈就说 我梦见 你经过一台车 然后那个车门突然打开 然后你被拖进去 梦见 被绑架 就是遇到坏人 所以我要讲就是很多 你正在跟那个唐吉科德在跟风车打架 我要讲就是说 很多人 就是说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 对于社会 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认知 叫做这个社会是危险的 这个世界上坏了很多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没错是认定的问题 对然后你就会时常活在焦虑里 事情都没有发生 甚至搞不好一辈子都没有发生 但是你就一直被这个焦虑绑架 然后还记得我就跟我妈说 妈你是在做梦欸 有需要那么夸张吗 那我要讲就是说 这也是很多父母 你会过度的去担心说 比如说小孩子的成绩 然后你就开始预想说 成绩一旦不好 他就考不上好学校 考不上好学校 他就没有好公司 应这么好公司 将来可能会很老 还要我养他 没有好公司 这是一个路径 他没有好公司 绝对好薪水 没有好薪水 他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他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好的对象 然后你就几乎把他一生焦虑完了 你可以下次写一本 除了你的之前那本 疗愈内疚之外 你还可以写一个 焦虑太伤人 真的 对然后 很适合你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担心一些 没发生的事情 甚至 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啦 不对啊 曾经发生过 好 那我就要讲 这有点现实感 曾经发生过 可是各位啊 曾经发生过 一次不代表他会反复发生啊 其实这个就跟 就是我们内心里都有那种 某种 就是在心理学上的 就是你会把某一个特殊事件 放大的效应 就好像觉得 如果这个 你看你去搭飞机前 是不是比去搭车前紧张 对不对 事实上呢 按照比例来说 飞机失事的比例 比车子少很多 是不是 但因为空难的这个事件 常常就放大大家的感受 大家就觉得说 因为新闻比较会去爆嘛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天哪 它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然后它就是很可怕很可怕 所以这个说明你对某一些事情 就是那个焦虑 或者做梦碰到 其实那种焦虑感的产生 事实上是非理性的 对 而且我觉得焦虑 它也给扣到你内心深层 另外一个情绪叫做不安 因为很多人 他常常会活在一种不安里 他甚至需要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他才能够让自己去 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我后来就是有另外一个 就是生命的提悟 就是说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追求 所谓的安全感 另外一种叫做 你也更不需要去追求 别人给你安全感 其实当你想要追求安全感的时候 你的人生一定在不安之中 对因为如果你要追求 百分之改的安全感 那你一定会卡在 一直在等待里面 而且你一直在把你的注意力 跟你的情绪放在别人都怎么做 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如果一直在期待安全感 你的世界观就是希望 大家都是甜美的乌托邦 那这个是死理想 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你的所以你的期待 是违反人性原则的 而且这里可以呼应到 就是说 因为太多人都希望 这个世界叫有偿 对不对 但生命本质叫做无偿 不是5000年前就告诉你了吗 对就是生命 就是不断的变化 不断会有一些新的 突如其来 意料之外的事情会发生 那如果我们是发 我们希望世界一切有偿 我认识的这个人 他10年后 20年后 30年后 还必须一模一样 可是这就是人类 他为什么会中诈骗集团的圈套 他希望有偿啊 所以你知道 这世界上只有谁 会告诉你一定会赚钱 答案就是诈骗集团嘛 他告诉你说 哇这有多少的投报 可以养你 让你高枕无忧 无为不为 把钱交给我就好了 你看我们习惯于 其实这是人性 相信某一种 看起来是权威者的 比你大的那个个体的保证 但事实上 每一个出来选总统的人 我不是说台湾 谁没有保证你和亲海燕 结果呢 所以我觉得 让自己可以去处理焦虑 这个情绪 就是说 我觉得 你一定要能够去 看到这个世界上 真正发生的几率 就是说 因为其实之前 都有类似的书在谈啊 所以讲说 其实 我忘记来本书的书 好像就是说 什么你担心的事情 百分之多少 都是不会发生的 这个我还记得 因为我以前演讲讲过 就是只有7%会发生 50%呢 是属于就很细节的小事 就是比如说 你家卫生纸没了 什么时候要去买 就是这种 担心你也没用 你就去做就是了 然后呢 其中可能还有30几% 叫起人忧天 反正就是只有7% 你担心的事会发生 而那些事情 其实你是在 现实生活中 是可以解决的 对 甚至基本上 你只要透过学习 你只要透过基本上 自己的成长 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我就花很多时间去焦虑 未来的事情 而且有些焦虑 有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比如说 讲一个比较搞笑 说哇 我觉得这世界上 比如说某个性别 一定都会怎么 就是一定都会批诡之类的 因为常常都会这种 类似这种的 我就想说 那搞不好其实 你单身很久 那你在担心这件事情 干什么呢 先找到对象再说嘛 对啊 所以常常会去焦虑很多 而且很多时候只要你去看很多的新闻 你就会开始担心说 哇这个事情 之后一定会出现 但问题是 这个是别人的事情 我等一下讲一个吸引力法则的故事 我后来发现吸引力法则还是对 当你焦虑 那件事就可能会发生 这是我这个访问中 得到的一个真实故事 幸福好时光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红培云 我们今天谈的是焦虑 对不对 你刚刚讲到的是外遇焦虑 我前大概去年吧 访问过一个真信业者 那他就讲了一个非常 我也觉得有悲哀 有点有趣的故事 他说呢 就是有一个妈妈 就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 然后跟他约在麦当劳嘛 就有一点 当然是有点神经兮兮 跟他说他怀疑他老公啊 他老公其实是在送那个 就是快递的 然后有外遇 请他帮帮忙 但是他身上只有五千块 好结果呢 这位真信业者啊 年轻嘛 又充满正义感 就跟他说 呃那这样好了 呃好 就那个人还在 就在麦当劳 我讲的故事可能 我故意有一点把场所抹 抹掉 但是试试 他就带着小孩说 来我们跪下来求叔叔 结果呢 这位叔叔就说 后来我帮你忙了 结果呢 他这个叔叔就跟踪了很多天 发现他老公还真的好可怜 为了养活 这个在家没 我不能说人家在家没事 在家带小孩的太太 多虑的太太 还有他的孩子 就是一直都在接单送快递 那么后来呢 这位先生呢 就跟太太说 你老公真的没有外遇 我把照片拿给你 结果你想到后白结果是什么 如果说 我们如果有起疑 人家觉得我们老公没外遇 你应该很高兴吧 这50%会这样 但是呢 就有一些比较例外的人 这太太说 一定是你不行 我不相信他没有外遇 他就是很怪 回来就是很累 然后点点点点点 完全不听理性的任何解释 也不看照片 然后后来就叫这真心业者说 那你5000块还我 因为你没查到 这位真心业者都快 他很年轻 他快气死了 他想我不过做善事 竟然引来这样子的结果 他好气你知道啊 可是 那当然后来 又就是5000嘛 又就算慈善 他说我花的油钱都不值 他就算了 结果后来这个 这位焦虑的年轻妈妈 她的下场如何 她就去找到了 另外一个真心业者 那刚开始那个真心业者 也是可能就是5000块 接了她的case 当然也可能演了下跪的剧 接了之后 人家比较聪明 后来她从这个太太身上 拿到了 就叫她签了30万的本票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也是去调查 她不相信 那个那边的某真心业者 他们就用他们的 某一些以前用过的技法说 你现在不相信 我就制造给你相信 比如说送快递 路上就假装一个 一个女生说 哎呀我现在脚拐道 你会载我去哪里 然后就在她那个快递车上 就手抱紧紧这样 然后就可以拍照片嘛 这很容易制造 就拿给这个太太 那个太太就欣喜若狂 我只能用这四个字形容了 就说你看终于有了吧 还会来呛瞎 原来那位就是退还她5000块的真心业者 那所以你知道吗 当人心中有鬼 你是一定会抓到鬼的 这叫吸引力法则 我觉得戴路姐这个完全让我想到心理学里面 有一个大概一定要反复劳迹的东西叫做 人都会选择性的去搜集证据 你想证明你对吗 对所以那种反例就是可以告诉你说没有这回事 你单线东西不成真的事情 你就是那个证据摆在你的左手边 你就是没看到 你就要往右手边往你后面看 有没有其他支持你的那个信念的证据 对所以各位如果你的镜片从来都不干净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镜片擦干净 不然你看出去的世界 你看出去那些人啊 是一定都会有问题 甚至有些时候也许在那个当下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你一直要去查的人 他已经被逼疯了 他受不了了 你应该在心理的这个资商过程中 也遇过很多吗 他每天 我们叫他歇斯底里 但他认为百分之百正确 只是他没有抓到老公外遇的证据而已 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有些时候那种夫妻相处的时候 像我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就是我印象中一个太太 他看起来就是很有那种就是气质 然后就是那个穿起来就是有点 也不至于到完全像贵妇 然后他就来说 他就很痛苦 就是他先生进来提要跟他就是离婚这样 他就觉得先生一定有问题 不然怎么两个结婚结了大概 就是三四十年以上 然后孩子都很大 然后工作也很不错 他老公家又跟他提离婚 他老公之前不是对他都百依百顺吗 不是都对他很好吗 而且他一直都是家庭主妇 可是他们家家是其实是他先生做的 因为太太的那个健康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然后他就觉得不可思议 他老公就是基本上已经类似 就是都认劳认月那么久 怎么会突然在 就是这个中年以后要跟他提离婚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叫做 我在服务的那个单位的那个就是处理的承办人 就是有一天他就接到这个这个太太电话 就是非常气冲冲的 就是就说 就是承办人跟我说 心里是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接 因为我可能真的处理不来 就那个太太打来 我就想说到底什么事情 就是好像真的我得出来 我想说有这么急吗 那太太就说 为什么我预约你预约不到 那答案很简单嘛 就你要的时段被人家约走了 你就是只能往后演 你就谈性一点 他的意思 反正他说白话就是 我要的 我就是必须要得到 所以有这个地方 你就看到这个太太他的性格 苦折天转世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 他的先生是应该是跟他相处的 很辛苦啊 对 所以是先生 也辛苦他啦 对 然后这故事到最后的转折是 过了一年多 就是这个已经结束 太太自己打来说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幸福好时光 看焦虑是不是 看别人的焦虑 感觉好像在看戏一样 很精彩吧 好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个人啊 他后来就是因为他个 至上次数就是到了 好像就结束 但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讲一些话 就是 我都希望每次心理师讲的话 就很像种种子 只是什么时候会萌芽跟开花的 真的不知道 过了一年多 他再来预约的时候 他来感谢我 可是他在一年多前 哇他那 没有预约到 他很生气 就没有排到他要的时间 遗旨气使 好对对对 所以那要承办的人就受不了 就希望我能够就是帮忙处理一下 他就说 心理师啊你一年多前讲的话 我终于懂了 其实是我自己的个性 真的比较强势 了不起他到底是怎么样突然这样 彗星撞地球啦 我印象中真的很多年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有跟他推荐那个张德芬老师的书 那一系列什么遇见未知的自己啊 他是我的学姐 我跟他一直有联络 因为我就是那种每次只要就是个案来 我都不会单纯就是只是做 就是心理智商嘛 我一定会同时 请你回家努力一下 就是有一些书不错 因为老师说你也不可能很常来 然后来也要花钱 那我都觉得有些书真的很棒 那你不如读 慢慢的就是去灌溉你心中的那些那一片 然后让他变成卧土这样子 他就说 对我终于看到我自己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很希望一切都能够依照他的预期跟他要的发展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讲是真的太顺利了 对而且他那时候他在一年多前还讲了一段 我觉得印象也很深刻 他就说你知道吗 那我更生气了 不是我先生要跟我提离婚而已 是我两个孩子都站在他爸爸那边 然后我那时候 我跟你说那杰郎说你不好 那也就算了 可是你全家都全部建议赞成爸爸离婚 那你就知道你带给别人多大的阴影啊 对 然后那时候 但你知道吗 作为心理师 你当然不能这样直接去 戳他太痛 但我要讲就是说 敬佩心理师就是这样 我一定会直接讲 但我要讲就是说 我就说 那我觉得你有很 就一年后 一年多以后 我就跟他说 那我觉得你有很棒的进步 因为你有 你终于把这个觉察 带到自己的身上 而且你也能够去 去同时去 同整根去综合就是 其实别人给你的回馈 到底是个事情的状况怎么样 那你说 最好他们到底有没有离婚呢 后来是没有 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当一个人 他对于自己的心情 他对于自己的焦虑 他对于自己的控制 有觉察之后 其实他会慢慢的松绑的 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 发自内心想说 这些人就是要来重判清理 因为其实各位 你确实去想 他带给他的先生 或是他们的婚姻当中 有这么高的张力跟痛苦 其他的孩子在这个 这个家庭当中 何尝不是 是 就是很多人的僵化 就是因为我的目标是这样 你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那就代表你不理想 而不是我的目标 有错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 是你不够努力 是是 是你太混 你谁呀 我最怕这种全世界 以他为中心的人 对所以我要讲 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心理的 心理学的相关的时候 到时候都要告诉你 你就是要反求诸己 你能够改变的就是自己 你有没有觉得那句祈祷 我每次想一想 都觉得很有道理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 就是上天要这个 有没有 伺我这个能力 知道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对不对 然后也要给我那个能力 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 还要给我智慧嘛 这个智慧就是了解 可以改跟 我有能力跟 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 你看后面那句是重点 对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你能够去分辨 有那个智慧去分辨说 哪些事情是你能够努力的 而且是自己的责任 而哪些真的不干你的事 甚至你不能够因为你自己 想要去干涉别人 还以为我是为他好 而过度的介入 我觉得有很多的苦恼 有很多关系的撕裂 其实这不会有机会发生 是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再来讲 就是说 其实普遍的焦虑 你先要界定你这个焦虑的事情 像彗星撞地球就无法改变 对不对 那如果像明天要缴水电费 就是你可以做得到的 那你不如今天去缴 就是先在心中分出某种轻重缓急 然后可以解决的先去解决 其实这才是远离焦虑的方法 但是我们常常都把焦虑诉苦 那诉苦是什么呢 当然跟心理师诉苦 我觉得心理师是很习惯的 但是他们职业上 也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是常常很多人的诉苦 叫做转嫁 我把我的忧虑转嫁给你 大名大方一下 其实始终没有放下 我们待会再聊 幸福好时光 我们访问的是洪培云 那么他是一位知名的 谘商心理师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 心理师真的很辛苦 像我朋友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说现在是要干嘛 讨论的事情先讲清楚 如果是要诉苦你不要找我 我最近有ABCDE在 我这很无缘 我没有办法 我不想去接收成年的苦 当然这也是后来会没有朋友 但他会找到同温层 你放心 可是心理师常常 你一个苦 你可能听了跟你接触三年 怎么 你觉得你好像 已经暂时解决他的问题 就跟刚刚说的 怎么到了下个月 又回来了 是吧 所以啊为什么 我觉得让自己的生命有力量 就是说 如果你有想要诉苦 你有想要抱怨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 就是 如果这件事情 我抱怨了一次 他其实在提醒我一件事情 你接下来 你把这个 你想要抱怨跟诉苦的情绪 能量集中起来 一股作气把它解决了 因为第一个 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够狼丸 就是同一件事情 你会一直在吸收那些负能量者 对不对 而且你一股作气解决掉 你就没事了 而且重要的是 我觉得你就可以累积 你生命当中的掌控感跟成就感 你不会一直被那个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老板很讨厌 这个同事很机车什么的 当然如果今天是你还 这个公司或是他待遇很好 你觉得你基本上你是小小抱怨就算了 可是如果你是反复长年的抱怨 其实他也许在提醒你 是不是该离开了 是 但是你选择的就是 我害怕面对未知 所以我继续抱怨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难以离开 跟改变一个根本心态叫什么 叫做既得利益 我既得利益我不想放 我不想 然后呢 那个未知的挑战啊 跟困难啊 跟那个不确定性 我又不想承受 所以呢 绝大多数人在抱怨的时候 他会隐去他的既得利益 他会描述的就是 我在这里都只有不好哦 这边都没有一点好 可是各位啊 我看了最多的人 就是生命故事 我觉得 一定有一个既得利益 他隐藏起来 他不想放 比如说 如果是用婚姻来讲 有些人他不离婚是因为 我至少不用面对 别人的指指点点 跟那个眼光 这是一个既得利益 这是一种 第二种叫做什么 有些人他可能一辈子 他当了身手牌 嗯 没错 就是他还有经济利益在背后啊 对 所以如果 如果你把问题 用别的问法 叫做 如果你继续在这里面 其实你会一无所有 就是原本的经济上的那种 公住好了 我们说公住 还有个住处什么 要你开始出去工作赚钱 我跟你讲 很多人的选择 就会不一样了 因为你该有的 你原本 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处 都没了 哇 你就又一下是那种釜底抽薪 你的整个想法就会不一样 这个其实律师也常遇到一样的状况 比如说他已经很惨很惨了 他来诉求 但他没有要离婚 那律师会说 这种状况其实 是不是要分手 他会说可是 后面的可是才是 你说的既得利益的那一个部分 对 或者是有些人他不离开 是因为他不甘心 可是我觉得人生千万不要耗费你的时间 跟亲戳在不甘心上 其实我说真的 但我们人生都遇过各式各样的悲哀的事情 我后来就慢慢的在想 如果到最后你的结论 就是你不甘心了那么多年 结论是你欠我一个道歉 那这件事情会很难好 比如说 假设有一些人反而他很现实说 你这个道歉可以等于一百万 你陪我我可能会好 但是如果你要的是那个抽象的 还有别人什么真心的悔改 其实你的伤是很难好的 虽然也是应该要道歉的 但万一别人不呢 所以你把你的掌控权 完全丢给别人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背后的逻辑 我觉得就算你真的很想等 对方一个真心的道歉跟悔改 可是你可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叫做你可以边前进边等 可是觉得大家都说你叫做什么 我停在原地 停在原地 然后一直在那个黑暗的永道里面 然后自己在那里眼内心惧 结果你自己没有人生前进 结果你的怨恨其实是越来越深 因为这也是非常多人提到 就是那个受害者情结 因为只要我们的生命没有往前滚动的话 你就越觉得我现在的困境跟处性 都是那个人那件事情造成的 可是我看了好多就是所谓的真的 所谓的成功人士 他们基本上都是他们先努力前进再说 所以当他回头看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伤害当然依旧在 可是那个诠释的角度真的就截然不同了 其实我们这个年代已经都随着台湾经济奇迹活了很久的 我也不乏又听到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 我现在讲起自己还说 哎呀都是当时我妈没有鼓励我念书 所以我怎么就没有好学历 一辈子就找不到好工作 嫁不到好老公 我有一次真的也很不识相 我还跟他说不好意思 像我那个同学 里面也有本来只有国中毕业去当女工 后来念那个高职 现在硕士都拿三个 请问你在18岁之前 也许对命运无能为力 可是你58的 这40年中请问你为自己做了什么 我讲的事情很残酷 但其实是一身见血的 你为自己做了什么 因为我自己又看到一些个案 就是他可能一直抱怨说 家里对我管控很多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就想说我阿公阿嬷 一直念我几天起床 然后我妈又怎样 然后我就说 可是你都大学毕业三年了 你知道就是说 有些时候那个个案他比较年轻 你真的会这样跟他说吗 我就看我们的治疗关系 这显然不是他的 这外力显然不是他的焦虑 或者是觉得人生不顺的来源 对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 让自己去看到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生命 负起这样的责任 还有做出怎么样的行动去改变 如果这个环境那么痛苦 基本上你搬出去住 对不对 你是租一个小套房 当然你不要想说 我要住多好 可是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小孩 可是神什么会这个不准 其实什么准不准啊 其实我人生没有准不准的 现在后桌 当然这是我比较卑鄙的一点 但是事实上你要相信你长大了 你对你的人生有很好的判断 对不对 其实一个人如果要牢牢把自己的生命 握在自己手掌里 是没有人能够影响你的幸福的 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决心 基本上很难有人可以拦得住你 好 今天非常谢谢洪培云 那请继续收听由王瑞瑶主持的超级美食家 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请继续收听由王瑞瑶主持的超级美食家